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化学醋跟天然醋有什么不一样 化学醋是冰醋酸跟酒精稀释出来的东西 它一天可以生产上万只 像我们的天然醋必须要时间的酝酿 而且要看它的酵母的活性 这个过程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然后当然我的醋都酿了一年两年 甚至于有的三年 然后去结合当季的水果 一层糖一层水果 这些醋的水果来源 你看我有这么多这么多种 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结合我们在地的食材 也都是我们梨山的大鱼岭山上的 最重要我们所用的水果都是无毒的 这些水果都是非常赞非常新鲜的 我的糖是用最好的原色冰糖 甘蔗直接炸出来的原汁 那叫原色冰糖 然后它跟水果融合了以后 它会开始慢慢融化 融化以后开始发酵 发酵就像我们开水在煮开 那个气泡一样 很多气泡 等到气泡在越来越多的时候 表示它的酵母很活络 然后再去结合当时你所做的米醋 我们做的用米去发酵的米醋 再倒进去 再过一下 然后静置一年 事实上半年就可以喝了 我做醋是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然后其实我也一直不断地在学习 在求进步 其实我进步的来源 就是各种各路的人来给我指点 给我一些意见 让我能够每天每天都在进步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在想说 那我做出来的醋 我希望能够提供给人家免费喝醋 然后他们来我这边 然后我首先就是把我自己呈现给人家看 就是说我所做的所有的醋 是怎么样又怎么样 然后接着就是请客人在这边 慢慢地来品尝我的醋 所以我外面取了一个凤醋两个字 就是希望说客人能够在这边 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 来喝到我的养生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